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介绍怎么样发送信件到这四个人身上去 那在发送信件之前 我想大家以前应该都有用过Outlook Outlook的那个邮件收发的设定 那因为后来的Webmail 就是利用Gmail在线上直接发信收信 或者是Yahoo直接在线上 就是网站上直接收发信件 所以大家可能后来比较少使用Outlook 那如果是有用过Outlook的人 都一定会使用过这个系统设定里面的东西 比如说SMTP的位置 然后登录的账号密码等等 那PowerEDM它跟那个Outlook的设定有点类似 那我们必须要给它 在系统设定的地方 我们必须要告知它你的SMTP的发信位置 就是伺服器的位置在哪里 那假设你今天要利用Google的Gmail的发信主机去发信的话 你必须先去Gmail申请一个Email 然后在这边直接填写smtp.gmail.com 然后必须勾选验证 然后破号25 勾选SSL 然后姓名 这个就是既舰的姓名 你可以输入自己的名字 比如说我的名字 刘芳玉 然后信箱 信箱就是你的Gmail的信箱 我打我Gmail的信箱 然后登录的账号 以Gmail来说 Gmail的登录账号就是等于自己的Email 然后登录的密码 你就打Gmail的登录密码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按一下测试发送信件 按一下 然后它会去验证一下 是不是有发送信件 成功了 这边会写电子邮件测试 传送成功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 再去按一下储存设定 储存设定 好 这样子就可以发信了 如果你也是用Gmail的话 你在这边就依照我的设定一样 smtp.gmail.com25po 然后这两个勾勾都勾起来 然后输入你的电子邮件 Gmail的Email 还有你登录Gmail的密码 再按测试发送信件 如果成功的话 就会跳出刚刚的讯息 那邮件签名档的部分呢 请你插入自己的照片 还有你自己的联络讯息 那怎么插入照片呢 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前面我们已经用过那个 Blogger了嘛 那很简单 我们就到Blogger去 一样先登录Gmail.com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更多Blogger 然后呢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图库站 比如说我们的图库站 假设我在图库站里面 我再新增一篇文章 然后就写我的 大头罩 插入我的大头罩 插入图片 这个大家现在应该都很熟悉了 插入的图片 找一张 找一张我的大头帖 开启 好 加入 OK 原始大小 很好 发布 大头罩 然后按一下检视 看一下 就是这张照片了 好 我就把这张照片按右键 复制影像 复制影像 然后再把你刚刚的那个 Power EDM的软体打开 按右键 贴上 这么简单 这张照片就贴进来了 好 很简单 然后呢 再输入你的 比如说 流芳育 好 手机 这张照片 就贴进来 这张照片 就贴进来 这张照片 就贴进来